哈喽大家好,我是潮小虎,我们今天解释一场小村民对战核实的比赛,直接看草剔精,别的没意思 直接打正向,沉乐前河猜错了,好像是想抢C头 还有一下晕,小宝贝 朋友两段,火力啊,直接带走 这个草剔精大声龙啊,最后一下打血非常长 这个小村民前两天跟叶峰打,叶峰好像没上马力 还赢了叶峰一次 他也是一个键盘玩家,前两天给我一顿揍,今天看荷尺怎么削他,小宝贝 我觉得什么牛鬼蛇神呢,在荷尺面前真是不堪一击 那洛洛,正向,好的,再打逆向,晕 正好五连晕掉,开始被秀 反跳战地在德罗图 好吧,这个逆向被对手打了个前前脚还好一点 荷尺这时候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节奏,你要跳把对手还后跳T力砸你 龟是龟不赢的,真的,龟是龟不赢的 特使也不着急,你跳,看不起来了,一个荒药带走 而且这个荒药还可以架对手,就大猪起跳了,也可以给他架起来 我们看第四回合 好,抓一个C头,再点击一下,风浮羊 这时候跑抓,跑去三颗气,一个生龙 再打跳,正腿 再用风浮羊打两段,压硬直时间 落地下牌三点,卡地了,开死了,正好残血 卡一个身位,一个下地 对,八神起身想消风,距离太远出现不热 再看一回合 这一波就下C,往前轰,用荒药往前抢招 荒药又是一波抢招,把八神压近角落 用前轻咬两段压对手防御硬直 你看这下多长的血 让八神就有硬直 那能AB吗?小伙子还是太年轻 年轻有为啊 最后前冲的时候还是被草剃药本抓一个C头 我们看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是 草剃药对这个 神乐千鹤 打一个生龙,这样打出counter 然后草剃药继续往前压制 3C堵了图,下地堵了图 又晕了 战A,木鸭,这用重拳都要三段 这个招真的,我见何持头一次练啊 别人没见得打出来过 好像是很有技术含量啊 这打的可不是电脑,电脑啊 这可是真人 这招是不好防的 就是手法一般差一点都连不上 奈罗罗捶倒 还是打动向 大猪起身抢招,抢11乐 完了,大猪也要晕 晕了 暂C回空,大蛇剃 nice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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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